对于长期来一直关注《刀剑神域》这部作品的粉丝来说 HTV第三季动画确实有不少让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不过就在剧场版动画《无星夜》的永叹调消息公布之后 又带给了观众新的期待 从2012年动画播放开始至今 它已经从当年的一部小说动画变成了非常赚钱的IP 甚至是在第三季风平不好的情况下 BD销量依然能过万 在行业低迷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样的成绩 也证明了粉丝的粘着度有多高 尽管第二季后停滞了一段时间 但是剧场版第三季的到来也非常紧凑 据AE Pictures社长博田真一郎说 只要原作者川元老师一直写下去 刀剑系列也会一直做下去 从小说动画漫画手游翻外单击周边等等 各种作品衍生发展应有尽有 虽然比不上漫威奥特曼这种大IP 但在日本新小说界中有着这么大吸睛力的作品应该是少之又少的 只是刀剑神域可以获得这么多的资源 也自然让许多观众想起 那出自同一位作者的加速世界又如何呢 生不如加速珠 死不如剪刀狗 当年这句话在动漫界中流传已久 而加速珠正诞生于加速世界 它同样和刀剑神域从2012年开始播放 但当第一季完结之后 除了不知道跳了多少剧情的剧场版外 动画也就没什么后续消息了 回过头来看看刀剑神域动画出了第三季 第二部剧场版外还有各种单机游戏 但加速世界别说第二季的动画 就连游戏也只出了个PSP版 还有跟刀剑神域联动的刀剑神域VS加速世界千年的黄昏等等而已 很明显加速世界无论是资源还是待遇方面都比不过刀剑 除了作品类的游戏世界类型不同外 个人觉得它没有红起来还有几点原因 一是主题内容 刀剑神域凭借着第一季的死亡游戏达到很吸睛的宣传度 许多观众至今印象对深刻的也是在扫里的故事 在一连串的冒险下来 自然也就留住了客群 至于福利方面 雅思纳的本子那名号可不是白来的 人家牵强又温柔 活泼还带人妻属性的女主角 观众偏好不意外 而另一方面 黑雪姬的外貌之美暂且不说 善解人意但偶尔会吃醋的学姐也非常可爱 不过除了女主角 其他女性配角仍有一些差距 刀剑各种类型的女孩应有尽有 甚至AI都能当女儿养 现实中还有能结婚的妹妹 在UW世界里还多了个青梅竹马 玩游戏把妹俩不悟 加速呢 青梅竹马的清白和就算保持好感 依然是阿拓的正牌女友 风子桑顶多算是温柔大姐姐 双马尾人子则是真正的外表 看似小孩 经历却过于常人的腹黑老妖怪 最重要的一点 两者的主角设定实在是千差万别 同仁是标准的从起跑线上 就是成功者的样板 不客气的说 甚至达到了单刷BOSS的地步 凭借自己的优越天赋 很快就在第一个骚的世界中脱颖而出 但春雪就不一样了 毕竟被戏称为加速珠 现实中是标准的鲁蛇 外貌尚且不说 在遇到学姐前个性胆小懦弱 受尽欺负 游戏中虽然换了一个狠血的外形 却也是慢慢成长 从头到尾历尽艰辛 这样的两人 一般观众当然更想把自己带入同仁 比起春雪式的兽气成长 在游戏世界中大显身手起不快哉 最后在动画制作方面 加速世界跟刀剑神域不同 是由日生来制作的 日生是日本前三动画制作公司之一 作品品质和规模等等都是业界顶尖 但同时手中也有着非常多大IP 像是钢弹 Love Life 鲁露修等等这些高人气作品 能选择的对象应有尽有 所以除了有空间或者更换制作公司之外 加速世界第二季可能真的是遥遥无息 但就算真坏人制作 也很难保证第二季的动画品质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加速世界目前的处境真的非常尴尬 啊 啊 啊 不是